中央设计者叶速平台北十七日电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今天说 政府正以具体行动从工业园、交通园及遗伞园等各面向着手 借由政府、民间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让空气品质早日达到先进国家水准 台湾空污污问题严重 环保团体今天在台中、高雄两地同步发起反空污抗暖化游行 希望大家能一同走上街头 对政府发出人民对空污严重的怒吼 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对媒体指出 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的最新报告 国际上有80%以上城市受到空污污问题的威胁 林赫明说 政府重视国人的健康安全 空污议题当然一直以来是施政首要重点 特别在新政府上任后更将下午二 吴简良列为重要施政目标 也在随后完成空气污染防治策略的拟据与实施 包括采取奖励与限制并行方式管制国境内污染源等14项措施 多管齐下整体改善空气品质 目前相关状况也正持续改善 他指出总体而言政府正以具体行动从工业园交通园及遗散园等各面向着手 借由政府民间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让空气品质早日达到先进国家水准 1061217延伸阅读专题雾霾中求生存 先从任市空污开始延伸阅读防空污行动方案 环保署18日向赖清德报告